我们来看随堂练习 张老师将一包摄子分给一群学生做教室布置 如果每一个人分六张 还剩下22张 这是第一种分法 由于剩下的摄子还很多 所以张老师继续发 变成每一个人各分八张以后 发现不够四张 那请问学生共有多少人 摄子一共有多少张呢 那我们假设学生有X人 他的第一种发法 每一个人分六张 所以就总共分了6乘以X这么多张 但是还剩下22张 所以还要加22 接着他用了第二种发法 就是每一个人翻八张 所以就是8乘以X人这么多张 结果发现不够四张 所以还要剪掉四张 那这两种发法发的是同一批摄子 所以他算出来的结果应该要一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6X加22会等于8X减4 好一项整理一下 6X减8X会等于-4加22一项过去变-22 那6X减8X是-2X啊 然后减4再减22就等于减26 把-2移向过去乘的变除 X就会等于-26除以-2 负负得正26除以2以后就会等于13 所以我们就发现学生有13人 那么摄子有几张呢 我们随便带一个 假设我们带后面这一个 每一个人分8张的 所以摄子的张数啊 就是8乘以X是13个人嘛 减掉4不够4张 那8324进2 818加2104减掉4 所以我们就发现摄子呢 有100张 因此这道题目我们就做完 所以13个人 然后有100张摄子 请不吝点资子